事情的发生 总是伴随着必然和偶然的双重因素 常年的分居两地 让王东隐隐约约感觉自己头顶发力 他躲藏在自家的厨房里打探虚实 他的初心是 倘若妻子手慎如玉 就给他一个惊喜 倘若妻子不安于事 就给他一个惊喜 接下来一系列的机缘巧合 让他失手杀掉了欲行不轨的阿浩 又因为一系列的错误价值观 让他们选择毁尸灭迹 两人刚准备动手 就听屋外又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同村的二狗 他来找阿浩了 谁 君姐 是我 二狗子 两人此时就是惊弓之鸟 做贼心虚 将阿浩的尸体处理好后 王素娟开始了排兵不振 他问王东回村时有没有人看见他 王东的头摇的像波浪鼓一样 他本就是奔着不打草惊蛇的初衷回来的 自然不会有人看见 王淑娟心生遗迹 他让王东立刻马上返回城里 伪造不在场的时间 倘若东窗事发 他就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王东点点头 可行 你掩护 我先撤 王素娟的初心是好的 但是古话说的好 俯双至 祸不单行 王东是前脚刚刚走到村口 后脚就撞见老熟人了 是熟的不能再熟的那种 这不是姐夫吗 这三斤半夜的 你去哪 走 咱们俩喝杯酒去 就喝一杯 你跑个屁 这一夜 王素娟是提心吊胆的 屋内死过人 谁还睡得下去 四日一大早 他来到了母亲家 他对母亲谎称 王东不在家 一个人在家害怕 想搬过来住 老母亲点点头 当然可以了 正在此时 宿醉的弟弟醒了 弟弟是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惊人 短暂的慌张过后 王素娟又恢复了冷静 他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 他对弟弟说 你肯定是看错人了 母亲点点头 比起整天最熏熏的儿子 他当然更愿意相信 从小乖巧听话的女儿 王素娟知道 王东必须要回来了 这样就能证实 弟弟是错的 当天下午 他便给王东打去了电话 四日 来了 不是王东来了 是警察来了 原来是阿浩的母亲 找不到儿子报警了 警方挨家挨户 登门了解情况 王素娟的内心是强大的 他强装镇定 一套连贯的说辞 让警方打消了顾虑 警方刚走出院子 恰巧迎面撞到了 刚刚回来的王东 王东慌了 他的眼神闪躲 下意识就想转身逃跑 警方从背后叫停了他 王东一言不发 他刚准备说话 院内的王素娟 听到动静跑了出来 他抢答道 这是我老公 刚刚从城里回来 警察是来调查 阿浩失踪的事情的 这是提醒 王东恍然大悟 原来还没有东窗示范 阿浩失踪了 我不知道 我以为我回来 我走错家门了 你们我不认识 对 是是 我们今年围墙新翻修的 我丈夫一年就回来一次 他可能不知道 对对 两名警察点点头 转身走了 外在的威胁暂时过去了 内在的威胁要暴露了 太阳了 对对对对对面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